把莲藕放锅里蒸一蒸,出锅就是一道经典美食,营养美味大人小孩都爱吃。 莲藕削皮以后切成片,稍微薄一点,这样不容易碎。 全部切好以后,放水里浸泡。 清洗一下洗掉莲藕表面的淀粉。 换水多清洗几遍,洗至水清为止,就可以了。 锅里水开以后,下锅焯水,加少量白醋防止氧化变黑。 稍微烫一下就可以,时间不用太长,变得有一些透明,以后捞出。 放冷水里面过凉。 肉馅里面加姜末、料酒、盐、胡椒粉、生抽、蚝油。 顺一个方向搅拌上劲,这样肉馅吃起来口感更好。 接着加入切好的香菇丁和胡萝卜丁,全部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 莲藕上面放上一层肉馅,按压紧实,防止脱落。 像包饺子那样对折一下。 全部处理好以后,放盘里备用。 水开以后,上锅蒸。 盖上锅盖,蒸12分钟。 蒸好以后,关火取出。 锅里油热以后,下入葱花、胡萝卜末炒香。 炒香以后,加入调好的料汁。 开锅以后,熬至粘稠就可以了。 均匀地浇在蒸好的莲藕上面。 这样一份非常好吃的莲藕酿肉就做好了。 莲藕四季都适合吃。 搭配上肉馅也非常的营养美味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起来做给家里人吃。 点头向进主页,还有更多美食视频。 我们下期见。 点头向进去。 感谢观看